我们再来演示一下这个AR功能 什么情况呢 就是我们这个料啊 你可以随便往上一摆 随便往上一扔都可以了 不用去打表啊 那怎么操作呢 这要靠这个系统的啊 那我这个料起码都差了个 10-20度吧 一看就知道对不对 好我们来操作一下 它这个是怎么来实现的 来看一下这里找便啊 这个X轴对不对 X轴我们来碰一下 然后那个火花碰到了以后呢 我们再点一下这个啊 点1啊 它这个助标就出来了 好我们再来拼另外一个点 把它移过来 移过来在这里再碰一下 好碰到了之后呢 我们再来点一下 这边 这边 这里啊 点2 这样子的 它马上就计算出来 这个是就是偏了多少啊 这偏了22.22度 它加工的时候呢 它图形啊 加工的时候 它那个图形可能是不会旋转 但是实际上它那个数据呢 已经旋转了 但是实际上它那个数据呢已经旋转了 所以直接加工就可以了 就就省到我们要打表是吧 要打打垂直 点一下直行以后呢 这个角度就出来了 到到这里 它就可以斜着走了啊 来我们来走走一下看 我们来看哈 它是不是是不是就调调调过来了 这样子 非常的方便啊 非常的好用 这个